本期话题 红花的功效与作用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红花的功效和作用 红花是一个常用的中药 它主要用于活血化鱼 那么对各种鱼血疼痛 或者是各种鱼血的情况下都可以用 第二个是化鱼止痛 化鱼止痛主要是用于 妇科的别经疼痛 小无疼痛 或者经济疼痛 另外一个就是 它还有行器解育作用 所以综合起来 红花就有活血化鱼 趋鱼止痛 还有疏肝解育 那么这些作用都可以用于 凡是瘀重疼痛 跌大省伤 腰息疼痛 或者骨骼 就是说瘀血 或者妇女的经济疼痛 月经不调 碧经 这些都是可以用的 那么根据它这个活血化鱼 理气止痛 那么现在的研究 它具有了抗铃血作用 那么对于国中鱼血疼痛 都可以用 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 那么用红花效果是非常好的 常常的比如说 冠心病 脑血管病 既可以用红花做治疗 也可以用少量的红花 来做预防治疗 这都是可以的 所以红花在临床上 是非常常用的一个药 那么另外呢 红花它本身 颜色也比较深 另外呢 它也具有了一些 罕含化清索 这类具有些保健功能 那么对于 比如说抗衰老 抗肿瘤 还有调节免疫 这些作用 那就少量用的时候就可以 那么如果说 作为治疗用 我们用量相对大一点 一般的可用 六到十克都可以 如果说是预防 我们作为保健用 一般三克左右就可以 但是由于红花 活血作用是比较强的 那么红花就会有一定的警戒 尤其是对有国中 除血性疾病 那么比如说 平时月经量多 比如说妇女月经量多 或者外伤除血量 除血的时候 那是有禁止的 或者内伤 可血 便血 尿血 国中除血 一定要禁用红花 因为它毕竟是破血的 另外还有就是身体本身比较虚弱 气血亏虚的病人 也不能用红花 用红花就可以耗伤气血 中文字幕于是红花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